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两个都是主席的相当好 我们的听着从这里的前置 现在的第一位搭战朱凯迪 嗨 李 你好 哈喽 李宗盛你好 来 请到这个地方来 好 先给我们的新加坡的观众新闻一下 嗨 李 朱凯迪 新加坡的观众新闻我们一下 是朱凯迪和艾迪来吃的七滴滴的 对 来 展示新加坡的给艾迪 我是蓝鲜桑的陈居云 新闻的你们好 这个朱凯迪呢 是艾迪今天呢 我是达达 所以第一次来新加坡主持 这样的一个节目有什么感想 对 第一次来新加坡主持 工作做主持 其实也蛮紧张也很兴奋 因为呢 其实来玩了已经很多次 但是来工作 还有就是这个很特别的盛会 真的令我很紧张 很期待 你对于主持大干的要求怎么样 如果是陈志云先生 跟小弟的话 我不知道您会选择 绝对如果是在香港呢 我们的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我身边 就是Steven啊 哇 他在啊 不同的角度也会 他给我们很特别的问题 令我们的交替能够有 很特别的回答的方法 但是在新加坡呢 你是我第一个认识 我们把第一个认识 我们把第一个认识 给你放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要问一下呢 陈志云先生 因为访问那么多大牌 可以多告诉我们 至于发行的 最难搞的是哪一个艺人 最难搞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就是陈卫玲 Pally Chan 你能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问题 它的答案 就是非常的短的 很精短 他就说你爱不爱你的男朋友 他就说 啊 你又玩了 啊 很幸运这是一个电视的节目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表情 他的动作蛮可爱 如果是电台的节目 就糟糕 我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我们今天有个 至于说他一个冬裔节目 凯琳 凯琳觉得 你一项哪一位得奖 一项也会困难 一项是这种问题 这是我的最爱 好 这种问题 谢谢两位 带我们的板上 谢谢你们向他们大名 谢谢两位 期待你们待会呢 这个T在这边 一个演出还有活动啊 当然呢 这个两位 来我们请摄影师 先准备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呢 领领我们的 星空无线 电视大奖的 星光大道的 朱凯婷 以及陈俊云先生 来尖叫声给他两位 哇 谢谢啊 大家有准备 怪不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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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结果 对 对 对